属老虎的朋友,来到兔子年 相对比老虎本命年的时间好一点 但还未完全好 因为老虎和兔子都是半合的状态 所以今年来说,好了一点 但仍然是一个辛苦及需要亲力亲为的年份 加上今年没有吉星 没有吉星的时间,就要借属猴的星过来 借到少少的月得星、国印星及地解星 事业运上有轻微的进步 但财运及健康运仍然一般 我们在空星方面有病符星 病符不是大病痛,但有少少的健康问题 所以今年是要做一些健康管理的事 另外有墨月星 墨月是面对陌生环境带来的压力 我们可能是失眠、睡得不好 以及经历了一些变化 无论是感情运或事业运 我们刚刚才试验到 所以仍然是处于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 我建议今年多接触一下大自然 又或者来说做一下运动放下家 那就自然开开心心啦